不得不说 苹果之所以能成为全球市值排名第一的企业 说明他们确实很认真 因为他们每次开发部会全都是半夜一点 什么叫国际大企业 就是半夜家玩 所以我觉得人家是第一 咱得佩服 大家好 我是大爷 欢迎来到科技槽点 过去一周里面槽点满满 咱们抓紧开始 本次产品当然就是iOS16和iPadOS16 发布之后 全球的iPhone老用户哀嚎一片 因为iPhone7这一代产品就被iOS16抛弃 很多外网用户表示 我这产品还能用 为什么不带我 有另外一边用户表示 你这你都多少年了 你iPhone7那是个A10的处理器 配置已经远远跟不上现在了 不跟你刷iOS16是为了照顾你的使用感受 开始我觉得很有道理 但是后来我看到一张图 大家可以看到这边是iOS16兼容的设备 这边到iPhone8就结束了 下方没有iPhone7 根据刚才一部分用户的理论 不给你升级是为了照顾你的体验 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iPadOS 注意下方有iPad第5代 iPad第5代用的是A9处理器 比iPhone7还弱呢 你告诉我为什么它能升级 谁能给我解释解释 关于这条新闻 我这边就一句话评论 那些说iPad5代能升级的用户 我劝你们小点声 你就尿圈了 别让人听着 连iPad5代都不给你升级了 iOS16发布当晚 我们全程和大家一起直播 当时大家各种各样的猜 这个iOS到底有什么样的升级 升级完之后 我的iPhone是不是会变得更好用 发布会1点钟开始 上来第一件事就是iOS16 锁屏界面的更新 当主持人讲到iOS16锁屏界面 进行重大更新之后 我在直播间调侃了一句 哎呀我说呀 这个锁屏界面更新的还挺多 这个希望啊 这个锁屏界面更新 可别就是iOS16的最大更新了 当时直播间的同学都说 你这主播乌鸦嘴 等到发布会结束之后 大家都沉默了 原来锁屏界面更新了 就是iOS16的最大更新 iOS发布完之后 当然就是iPadOS 实话讲 我最盼望的就是他 如此强壮的一个身躯 被他里面那个系统给拖累了 白瞎你这个人 发布会的时候 主持人聊到了前台调度 哎终于可以打iPad像电脑那样操作了 我激动万分 一宿没睡啊 后来一边直播 我一边抓紧把手头的iPad 升级成了iPadOS16 这漂亮的壁纸 当我全网去找 怎么调用出前台调度这功能啊 苹果告诉我 本功能只限 M1芯片的 而你手里的这个是2018款的 我这白忙活了一宿 啥功能也没有 那你告诉我这更新 更新啥了 iPhone 它还更新了个锁屏界面的 你iPad更新啥了 锁屏界面它都被更新的 我这2018款 还不允许我闹心吗 还你是啥 2020款的iPad Pro也不能 是不是 那没事了 那没事了 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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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问题 没问题 这个老设备就差不多得了 你更新完系统 变卡了 还得是新设备 是不是 还有人比我惨 那就行 那就可以 有一说一 本次苹果发布的iPadOS 确实是有史以来最大的更新 它真的解放了iPad的身体 这个还是要点赞的 而且很多用户都问我 说你成年老吐槽苹果 你看这苹果给2021款的iPad Pro 对吧 这不是推送了这么一个强大的系统吗 还有用户来问 苹果9月份不可能再发iPad了吧 兄弟 我现在就可以明确的跟你说 听了我刚才说的话 你还不明白是啥意思呢 你觉得iPadOS16 就是给你们这几个 2021款的iPad准备的吗 根据我多年的经验 我可以告诉你 不是 它是给9月份即将发布的 iPad的终极款准备 觉得我说的有道理的 你可以打一拨六 好吧 2021款的兄弟们 你们跟着喝口汤知足吧 我这话还没说完一分钟 来我们看 根据各大新闻媒体报道 有个消息称 苹果即将发布 14.1寸的iPad Pro M2芯片加16G内存 当然外观没啥变化 是吧 但是屏幕变得更大了 从原来的12.9寸 直接给你干到14.1寸 好家伙 比我这笔记本 屏幕还大 大家知道 苹果最近这几年 iPad整个销量 是持续的下滑 呈现颓势 如果不是因为疫情的原因 大家对于网客有需求 那iPad根本卖不出去了 都快黄了 那么至此 现在我们看到 疫情得到一定的控制 iPad销量 又开始下滑 那这个时候如何 挽救iPad销量 咱们看到 首先苹果推出了 iPadOS 16操作系统 而且还要推出 14寸的超大号的iPad 我个人建议 苹果如果想提升iPad销量 那么它应该改个名字 并且它把产品 再进一步强化一下 保持现在这个样子不变 然后咱们加一个键盘 原来可分离似的 那么现在把iPad 给它固定到键盘套上面 最后给它改个名字 名字我都想好了 名字就叫做MacBook 怎么样 大家觉得我这个方案 好不好 库克表示 明天来上单 卖不出去 原因就是这个名不对 你把它改名叫MacBook 不就完了吗 对不对 这个一般人应该想不到 而且苹果好像也没有这么个产 接下来咱们得说一个 可能让一部分用户 不是很喜欢的消息 上个月咱们曾经报道过 欧盟正在计划 推行统一TypeC接口 当时大家还要陷入了 争论咱们还给出了各种各样的解决方案 对吧 比如说那欧盟万一这个法案通过了 要求苹果必须用TypeC接口 那已经生产了几千万条的 一侧Lighting接口 一侧C口的这个线怎么办呢 当时咱们给苹果出了一个办法 你把这个线倒过来 这个线这头插手机上 线的Lighting接口这则 咱们插充电器上不就完了吗 当时这个建议 获得了全球玩家的广泛好评 保住了这数千万条数据线不被浪费掉 什么叫真正的环保 时隔一个月 这周根据外媒The Word的消息 欧盟就统一充电器 已经达成了协议 是临时协议 那么将立法迫使 包括苹果iPhone在内的 所有的智能手机 使用TypeC接口进行充电 我估计苹果的意思就是 你就别说包括我了 你就直接说我名就完了吧 别人家他也不用这Lighting接口 是吧 那么关于这个新闻 大家怎么看呢 根据外媒的报道 这项协议估计最早实施 是在2024年的奥特姆 就是秋天 现在无非是有两个方案 第一个推出欧盟特供版 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玩家 继续使用我们经典的Lighting接口 第二个 欧盟在法案当中表示 要求所有的手机厂商 都使用TypeC接口进行充电 但是欧盟 它可没要求所有的手机厂商 都得使用TypeC接口来传输数据 对不对 我们这个想法是不是足够的天才 苹果表示 明天来上班 好了 本周的所有苹果内容咱们就聊完了 总体来说的话 有升级总是还是好事的 但是我们要反复强调是 这些都是测试版 大家千万不要拿主力机升级 或者你干脆就别升管 上周我们做了一大堆的内容 给到大家介绍了 目前iOS系统当中的测试版的一些bug 但是有很多的观众表示 你这次故意黑苹果 对吧 你标题里面没写测试版 主播就带节奏 这里我不开玩笑 诚挚地跟大家道歉 我把标题以后就要写清楚 那么我之前在视频当中介绍了这些测试版里面的一大堆的bug 它们并不会出现在最终的正式版当中 我不应该在标题里面不写测试版这三个字 给广大用户造成了不好的影响 跟大家说抱歉 苹果的消息我们聊完 接下来看一下华为 准确地说这也不是华为的消息 根据各家媒体报道 有的地方的运营商推出了购买华为 p50pro加99元赠送5G通信壳的活动 而这个5信通信壳 就是我们之前聊到的 给p50专门使用的套上之后能用5G的这样一个产品 原价799元现价99元 当然你前提是购买华为的p50pro 好 那么我们先不讨论这个手机壳本身 假如说你已经像我一样买了很长时间了 然后呢是否会发799元去买那个手机壳呢 会同学打个1 不会同学打一个2 看一下同学们弹幕 如果你是刚买华为p50pro 那么你会不会直接花99块钱单独买这样一个升级为5G的壳呢 会买打一个3 不会买打一个4 来1234 看一下同学们弹幕 关于这个手机壳主播 我看看你还有什么想吐槽的 成天找各种各样的刁钻的角度来黑厂商 我看看你这个要黑谁 吐槽我们是专业的 我个人觉得啊 这个手机壳呢 你买不买 这个都好说啊 这都是个人选择的问题 但是别忘了 它的接口是USB3的 套上5G通信壳之后 可以以高速 至少具备这个条件啊 具体速度才没测过没买到 不像某些家厂商 都2022年了 手机接口下边用的还是USB2.0的 总比这些厂商强一点点吧 我可没说那家厂商啊 那是你们自己打的 我啥没说啊 聊完华为 我们再来看一下小米 不要吓一跳啊 这个不是小米12 Ultra的真机图 不是不是不是 我在墙的那边不是 我第一次看也吓了一跳 这是来自外围的一个渲染图 这是根据目前的爆料图 渲染出来这个小米12的外观 来同学们满分十分 大家打一个分数吧 这个有一托一啊 这个图呢 在爆出来之后啊 你可以去看啊 各大平台的那个评论区 都有这样的评论 说这个这个产品啊 里边是圆的 外边是 呃 外方那圆吧 这很明显就是像那个品牌吗 觉得像打个一 哎呀 坦白讲啊 我也觉得第一眼看上去是非常像的 你看啊 中间是圆形的镜头区域 外边呢是方形的机身 这不就明显是那个谁吗 对吧 大家觉得像那是很正常的 我也觉得像啊 你说我说谁啊 我可没说像那个谁 必须说吗 必须说我和真说了 我也不怕得罪你了 好吧 那咱们就说了 我觉得这台机器啊 这个设计啊完完全全的就和当年的 是吧 那台机器很像吗 是谁呢 诺基亚吗 诺基亚 路比亚1020嘛 这明显就是致敬啊 那有同学说不对啊 这刚才这不是 刚才这么白色的吗 是啊 我们也有白色的啊 所以我说啊 这个哎呀 你们这搞设计的人呢 你这这这 总是让我回忆起当年的点点滴滴 2020年又回想起当年 我和诺基亚在一起的日子 总是想忘记 却总让我忘记不了 你们以为我说谁啊 你们啊 这这这些观众不行 对吧 我我说的是诺基亚 有毛衣吗 是不是一模一样 好科技不无聊 我们来吐槽 科技美学直播 咱们下周再见 祝大家都有强壮的身体 多赚money 天天都能休息 每天还有花不完的法定货币 感谢大家的点赞 哎这是谁掉的硬币啊 给大佬们磕头浪 下周别忘了还来玩啊 来自三大电商 六家店铺的代表机型 我们全都买回来了